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冰的 如果说到武侠游戏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 但讲到中国武侠小说的先河之一 大部分的人 肯定都会联想到金庸 治理行间的江湖 令多少读者向往 也是本市的主题 天龙八不二 开发商是中国的月龙智鱼 由股东之一的完美世界代理发行 台湾的代理也不意外 是交给完美的在台子公司爱玩天地 金庸这个IP 基本上已经成为各项影视跟动脉游戏改编的形状 常见的像是 色雕、神雕、倚天这三部曲 笑傲江湖、天龙八不等 虽然改编的成果各有好坏 但每次总能掀起话题 我最早接触的金庸小说 已经是在二年前的小学时期了 当时我们的媒体娱乐 远没现在这么多元 而家中的电视也只有标准的台中华三台 也没有电脑电动之类的高科技娱乐设备 所以大部分的娱乐就是看历史书、传记、漫画等 美少女战士、梦幻游戏、城市风雨儿 都是我的最爱 而就算难得跟家人去逛百货 也只喜欢待在书店等到离开 有次看到色雕英雄传漫画版 繁衍后就直接爱上 到处去找相关作品 后来才知道作者原来是金庸的御用画师李志钦 相关系列作品都蛮不错 推荐给大家 而至于港版的金庸漫画 就当作奇幻武侠作品吧 而关于天龙八不的连续剧 个人觉得最低点的还是 2003年的胡军 跟不老男神林志颖的版本 林志颖饰演的烙跑王段宇 真的是演技到位 当时还有刘亦菲、刘涛、蒋星 中立体等知名演员参演 阵容含金亮真的是拉好拉满 而后期金庸的作品都偏向偶像化 像2018年的《笑傲江湖》 我坚持不到10分钟就放弃了 真的是远不如96跟01年的版本 也蛮推荐给各位的 但还是强调 选择各有好坏 彼此各有优劣 任前期的版本我也都看过 每个人对改编的接受度不同 没有要踩谁的意思 那回到游戏本身 骑士的画面算挺用心的 终于不是那些假广告跟垃圾的开头 选职业的画面 不同性别会穿插个别的演示 这倒是蛮惊艳的 那主角是乔峰 肯定要选个丐帮的 捏脸系统挺精致的 自由度也蛮高 而人物模型在未来剪任务 也会穿插在过场动画中 给予的代入感还是不错的 但游戏中会有不少穿模 跟动画切换会出现卡顿延迟的状况 就不知道未来会不会优化还是摆烂了 再来游戏日常移动方面 骑马、错雕、轻弓飞越攀爬 或走水渡江 甚至能潜水 操作上算流畅 但水下没有探索要素是有点可惜 战斗技能挺华丽的 不是廉价的发光特效 左卫风筝跟放技能上也算流畅 打击感很普通 但授极反馈是完全不行 怪打我跟灰空气一样 而刚刚提到的技能特效也变成缺点 会过于覆盖角色本体 虽然在游戏中是以轻弓取代闪避 甚至能进行空战 但衔接攻击技能的时候 整体呈现的画面就蛮突兀的 但毕竟这不是主打动作游戏 而角色养成方面 装备、香砍、强化、升级 宠物技能、洗练、交配 虽然是武侠游戏 却还是浓浓的仙侠味 也少不了殴头挂机、菌鹿 以及M&O手游一脉传承的通病 塞太多无关的剧情 或者没意义的垃圾任务 这打一千只怪物的地方到处都是人 怪重生的也不快 截起来真的很麻烦 要不是可以配合挂机练等 我真的会直接放生这任务 然后给你安排好好的每日活动 还有时段限制 真的是绝了 上班族偶尔闲暇打一下游戏 却搞得比上班还累 然后内容说明字体一样贼小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塞太多没意义的东西 UI界面安排不下 只好牺牲玩家势力 不然就请去用模拟器玩 老M&O玩家手上多半已经常驻像是天堂天刀之类的游戏 再来一个几乎同一套流程 只是换了不同剧情跟模组 不只缺乏新鲜感也不去吸引力 无法跟市场有所区别 而且人不断想占用玩家的在线率 也就注定不能走得长久 抑制霸占玩家的时间 并不等于赚钱多 像神木遗迹这么垃圾 也还是能轻松赚破译 重点还是能不能让玩家愉快 以前玩过的M&O 顶多就是刷刷副本装备 或者组队去杀敌对势力 解歇收集成就之类 不完就下线 从来也不需要暗表操课 然后游戏的本质 仍是逃不了课金江湖 尤其有我最反感的部分 像做齐时装材料那就算了 但可以直接获得装备跟技能 这点就不太行了 像手储可以拿装备 还有后续的消费任务 这个江山汇卷 一连9个课金任务 假设是累积消费额度的话 就是10万毕业 如果不能的话就要再翻一倍 以及常见的每日月卡等级 跟会员礼包等 而除了角色自身的技能以外 有个绝学也是要用抽的 还有品级之分 这点就注定PVP不存在公平性了 也不是给一般玩家玩的游戏 结论 课金无侠 棒打开邦 降龙18掌不敌信用卡一张 玩起来虽说是比剑侠世界3舒服 但浓浓的课金味还是挺劝对玩家的 另外有人留言 好久没金庸系列手游 近期在台湾上架就有 新色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 新骁澳江湖M 早几年还有色雕英雄传3D等作品 但伤能力一下的世界观 终究是不比金庸笔墨的万分之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下一个月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的缴梨